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来捏一个ESFP个性的模拟小人 那在捏人之前呢,我是习惯献捏身材 那第二步呢我会去调肤色 那第三步呢我会去调一个头型骨关的大小,形态和位置 那在调整头部的过程中,注意全方位的骨相调整要看上去些调和舒适 五官要相配,要端正,注意侧脸下额的调整和颧骨的小范围修整 ESFP的眉毛要柔和,要顺应脸部柔美的线条 选择皮肤是让模拟小人看上去真实逼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捏小人的事情中呢,皮肤的Mod以及唇彩和眼部的Mod是必不可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黑眼圈的一个模组的设计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小细节 这会让模拟小人看上去更加的逼真 那我在以后的一个捏小人的过程中,我还会下载更多的Mo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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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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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